来说我觉得一个男人对你好是主要的 其他的可能是都可以解决的问题 我说过这句话也是在他们分手之后说的 分手之前我没有说过这个过激的话 你承认了说过男方没有房屋 而且还是离异的 对女儿是委屈了的 这个话作为母亲说出来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你说说的话的时间 是他们分手之后说的话 这是不符合背景的 不是 你上来的态度应该是有条件 你第二个态度应该是产生矛盾之后 为了女儿高兴放松条件 这才是符合整个逻辑过程 我们希望他有房 但是这个绝对不是说的 说没有房就会阻止他们俩的这种感情的发展 这个我们不会这么做 那为什么女儿会这么坚持这件事 所以说我们并没有给女儿压力说的 他必须有房 没有 而且我还曾经说过 是这样吗 是妈妈说的这样 没有给过你这个压力吗 压力没有 但是我不想用那种房 那你是自己给自己压力 有可能 就是如果我母亲不说这个房子的事 我可能意识不到 但是现在我意识到了 我有一个听糊涂的事 我请你们娘儿俩帮我理清楚 假如说分手这个事是一百分 那么这个房子的事在里面究竟占了多少分 妈妈先跟我说一下 我觉得这根本就没有分数 女儿说 五十吧 我问妈妈 房子不占分 那这一百分主要是什么 我现在不知道他们因为什么分手 您不知道 好的 你刚才回答的房子占了五十分 剩下五十分是什么 可能他不爱我了 那么另外五十分的这种 是因为他现在不爱你了 如果说现在分手 我觉得百分之百吧 不爱了 你有没有发现你回答问题有个特点啊 所问非所答是吗 好像自己回答的绕来绕去 没回答清楚 我现在实质性地问这个问题 你作为一个当事人 为什么分手 究竟这个房子占多少分 其他是什么 你说不清楚 谈了一个糊糊嘟嘟的恋爱 就是联系不联系 然后我那个身体不太好 然后得病了 生病了 他就是那什么 那个 头疼 头疼 然后心里面特别 他老觉得说委屈 憋屈的 那个睡觉 然后必须得开着灯 就不开灯的话 就是心里面特别 就跟没有心似的 会做梦 做梦还梦得特别深 特别真 就跟实景 就是那会儿 我那个精神处于崩溃的状态 就能把什么关系 那么想不上 我那边对你